独眼巨人是西方神话中的知名反派角色 然而 上世纪90年代 我国考古学家 却用在宁夏贺兰山发现的一组壁画 向世界宣告 独眼巨人的祖籍在中国 为什么我国的考古学家如此有底气呢 因为贺兰山的壁画 佐证了山海经中 对于一幕国的记载 使其成为了可信的资料 贺兰山对我国各个民族来说 都可谓是神山 原因无他 这座山远远望去 气势姿态 胜似一匹骏马 而贺兰山又多为游牧民族的据点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 骏马意味着什么 自不必提 而上午的汉人骑兵军队 在攻破戎敌之后 也会视贺兰山为一个巨大的胜利点 如岳飞就曾经豪言壮语过 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去 所以说 不会有哪个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 会对贺兰山没有兴趣的 而在贺兰山里 一种壁画的造型 引起了科考专家们的兴趣 因为这些壁画 虽然能看得出来画的是人 但是人的脑袋上却没有五官 只有一个点 专家们面面相觑 有点搞不明白 这个古怪的造型意味着什么 但是有几个比较熟悉山海经的教授 立即就反应过来 这应该就是仪墓人吧 毕竟 这些壁画的形象 很符合山海经大荒北经中 有人仪墓当中面生的记载 而大荒北经中 将仪墓国也称为鬼国 这个鬼国 后来被学者们考证 应该就是在西北这一块 这个地理位置 也和宁夏的荷兰山对上了 鉴于山海经的成熟年份 和在荷兰山地区发现的物证 我们实在不好 对山海经中的记载 有什么怀疑了 哪怕独眼人确实不存在 但这件事也早已证明 在西北地区 的确有独眼人的传说和故事 那么西方的独眼巨人故事 又和中国的仪墓人 有何关系呢 西方著名文学 河马史诗的奥德塞一部中 奥德修斯率领水手返回故乡 误入了牧羊的独眼巨人 玻璃飞魔的领地 独眼巨人吃掉了六名水手 把奥德修斯等其他人流了下来 准备细水长流 然而 奥德修斯不甘心止步于此 于是 他就用葡萄酒将独眼巨人灌醉 随后叫上随从 用燃烧的橄榄树棍 刺下了独眼巨人的唯一一只眼睛 独眼巨人自然是痛苦万分 奥德修斯趁机自爆家门 说这事就是我干的 我的名字叫无人 独眼巨人玻璃飞魔的朋友 闻讯跑了过来 询问玻璃飞魔 这是谁把他害成这样 瞎眼巨人悲痛高呼 朋友们 无人用阴谋 不是用暴力在杀害我了 玻璃飞魔的朋友一听这话 哦 无人哪 那您这就是遭了牵浅了 赶紧反省反省自己 这几天有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吧 就一哄而散了 不得不说 这个桥段很有马三立先生的相声 逗你玩的感觉 玻璃飞魔虽然看不见了 但是羊还是得放啊 可是他担心奥德修斯等人 骑着羊跑出去 所以他在放羊的时候 堵入家门 只让出来一条 能让羊过去的小洞 还用手仔细抚摸羊背 奥德修斯则果断抱住了羊肚子 带领随从逃出生天 这就是奥德赛中独眼巨人的经典段落 可谓是快智人口 不过 民俗学家们在走访探查了周边国家之后 意外地发现 像这种独眼巨人的故事 在整个欧亚大陆 其实都很常见 而情节最为完整流畅的 当属是我国哈萨克族的传说 阿勒克·妙尔干 阿勒克是一个勇敢 机智 善良 本领高强的神射手和猎人 这一天 他外出打猎 遇到了童爪女妖 阿勒克随即追杀了商局 一直追到了自开天辟地后 就只有豺狼虎豹出没的 重山军领剑 最终 阿勒克成功斩杀了童爪女妖 却在返回的时候 被独眼巨人挡住了去路 他被独眼巨人 赶进了羊群居住的岩旋 这岩旋在断崖绝壁上 有巨大的板石堵着洞口 阿勒克不甘心死在这里 于是趁独眼巨人九岁之机 用烧红的铁条 戳瞎了巨人那唯一的眼睛 自己躲进羊群里 一直挨到天明 为了抓住阿勒克 完全成了瞎子的巨人 用庞大的身躯堵住洞口 挨个摸着羊 让他们一支支地 从自己的胯下走到洞外去 阿勒克悄悄宰杀了一只羊 剥下羊皮 把自己裹在里面 混出了山洞 独眼巨人发现好 追杀出来 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 阿勒克终于杀死了巨人 还救出了被独眼巨人 抓来保护的人们 又把岩旋里的羊 分给了大家 从这个故事中 恐怕不少人 就能看出点问题了 奥德塞和阿勒克里的 这两位巨人 虽然一个身处希腊 一个身处中亚 但是兴趣爱好 倒是非常的一致 那就是都喜欢放羊 而且喜欢放羊不说 酒量也都不太行 一喝就倒 而两位主角 虽然也是身隔万里 却同样像是 交流过惊艳了似的 虽然戳瞎独目巨人 仅有的那只眼睛 确实是大家一致认同的 制胜手段 可是这两位戳人的手法 是哪个师父教的呢 怎么都用过了火的武器 去行刺呢 而且二人逃出生天的手段 也不多说了 虽然手法不一样 但也算是差不多 个人怀疑 奥德修斯不用阿勒克的手法 是因为他也要把随从带走 宰羊的话 动静太大 耗时太长 如果他孤身一人 那也没准会像阿勒克一样脱身 当然 对此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抗议 要知道 河马史诗可是公元前的作品 而哈萨克族的英雄史诗 是公元六到八世纪形成的 这两个之间的辈分 怎么看都不对劲吧 但是有一说一 奥德赛巨人神话东来说 是德国学者提出的 他们在中亚叶塞尼河流域附近 发现了独眼巨人的石壁岩画 而突厥与民族 则曾长期活动于 叶塞尼河流域一带 考虑到类似的独眼巨人传说 在中亚 中东 北亚等地区 都是广为流传 所以他们猜测 这应该就是突厥民族的神话 但是 突厥民族的历史和希腊比 哪个更长呢 这在西方学界 仍然是一个打口水仗的东西 然而 中国在赫兰山发现的这个 山海经中一幕人的笔画 则基本算是终结了这个讨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